我就一开始竟然不跑 然后最后一跑竟然就得了第一名 龟山区校纪联合国际教育旅行 分别来自龟山、大纲以及幸福山所学校学生 一起到新加坡进行为期五天的参访旅行 学校也举行分享会 每个孩子都感受到不同国家的文化冲击 除了他们在吵闹以外 其实老师不会限制他们要讲什么 然后我们就很好奇地问一下我们学伴 就是为什么 我就问他们说就是在台湾我们上课 就是要跟对方交谈都是写小字条什么 他说不会我们都大声喊回去 然后就他们的老师也都 也都跟他们一起聊天 就是很快乐的那种上学环境 就是也不会拘束 我觉得这跟台湾是非常不一样的 除了教育方式不一样 学生们也对新加坡法律的执行度 环境以及国家发展方向大开眼界 其中也有许多值得台湾学习的地方 他们把资源就是他们的不管是垃圾 或者是利用废物资源 去利用一个焚化之后 做成一个废物 然后拿去天海之后 因为本身国土面积就不大了 然后就是把它利用这些废物资源 然后把它转换用成再利用的资源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是台湾可以更好地去做发展的一个部分 这次的参访是希望让孩子们借此认识其他国家的文化 尤其新加坡与台湾的发展过程相当类似 有许多地方值得借敬 并训练他们的英语口说能力 明年换新加坡的学生来台参访 相信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像我在20年前就去过新加坡了 但是在这20年之后 我们发现新加坡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包括他们在自己的一个城市的发展 工业 科技 生活各方面的一个水准 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再借进的 我们很快的11月份学校就会回访 那明年是新加坡的孩子要来访问学校 那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我们在这中间有很多的共通性 同学们在去新加坡前都有进行行前训练 以及设计各组城市的旅游路线 每个人都带着满满的收获回来 纷纷回应下一次还想出去交流 可以看见国际教育旅行的参访成效 与孩子们的成长及改变 记者终合报道